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癌症的时候都不免 谈癌色变 特别是经历 癌症的治疗 放疗也好 化疗也好 常常是 非常的痛苦 所以经历过癌症 有的人都觉得是一个非常苦难的 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现场请到了两位嘉宾 他们夫妇 其中太太是罹患了癌症 有五年的时间 但是他们在经历 这个抗癌的这段时间里面 他们如何的走过 如何的能够觉得 是一个苦难 但是也是一个祝福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 季宏和他的先生张显奇 我们来向他们问候一下 季宏你好 主持人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们好 季宏 你是今天的主角 因为你是癌症的患者 我们也很高兴你的先生能够陪同你一起过来 可不可以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家庭 我们俩结婚到今年已经32年了 我们是一个三口之家 现在阳哥说是四口之家 我女儿结婚了 也在休斯顿 也在休斯顿 所以你家可以说四口住在休斯顿 好的 那当然我们今天是来谈一下 您这个罹患癌症治疗 以及你心情各个方面的 种种的变化 所以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 你是怎么样的情形之下 在什么地方发现说有癌症 然后开始这段这个抗癌的路程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11年元旦的时候 因为过新年嘛 新年一时 想换一套新的床具 我在抖动背脚的时候 就有一阵刺痛 当时我就觉得很异样的这种疼痛 我就跟我先生说 我们要去医院检查 我感觉不太好 是 那就从这时候开始 结果检查的结果是发现癌症 是 我先生的同学呢 就是做B超检查的 我们就专门去找到他那里 当那个B超那个碳棒 放到我疼痛那个位置的时候 然后他当时就告诉我 他说不好 60%是患了乳腺癌 乳腺癌 那结果在进一步的检查之后 证实是乳腺癌 是 乳腺癌 当时你听到这个 得了癌症的心情是怎么样 当时得到癌症这个消息的时候 很受打击 因为在这个之前呢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乳腺癌 我在陪他治疗 是 那么现在这种疾病 又临到我的身上了 我觉得当时比我更恐惧的 就是我先生 我先生当时从医院出来的时候 就开始开车的过程当中 他就哭出声来了 他觉得我就跟他说 我们把车停到一边吧 因为当时他是心里非常受打击的 是 是 是 那张医生可以谈一下 你当时的心情 我当然知道你是很爱你的妻子 她得了这个癌症之后 你是不是当时觉得 好像很绝望 好像觉得 这个心里的压力很大 当时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呢 当时心里检查癌症确诊以后吧 非常痛苦 感觉什么呢 就感觉天下了一样 因为这是最亲的人嘛 是 这种病 大家都知道 是的 得了癌症以后 都觉得是一个不知之症 所以我们万分恐惧 和难过 当时心情是这样 所以那时候是 大概是五年以前的时候 五年以前 是一月一 一年的 一月一号 是 然后还是元旦的时候 元旦发现的这种 那那个时候 你的女儿还是 在家里陪着你们 那个时候 在念书还是 女儿当时在美国 女儿已经在美国了 所以你们有没有 也没有立刻告诉她 没有 就没有告诉她 好像是 四个疗程治疗结束的时候 我女儿快放那个 暑假的时候 我知道她要回来面对 怕受到打击 然后我有一天 对我女儿说 你可不可以 把你的朋友 叫到一起 我有一件事情 想跟你们说一下 然后我就跟她的同学先说的 然后再告诉我女儿 我女儿听后 就在电话那头 哇哇大哭起来 那个时候是已经 你发现癌症有多久的时间 已经有四个月吧 四个月的时间 是 所以那个时候 你已经开始接受治疗 已经接受治疗了 那个时候是在 在哪里接受治疗的 我当时的治疗是在国内的沈阳 一大二院治疗的 是 那边的医疗设备应该也是不错的 是 一大二院在全国也是排前十名的吧 这样的医院 那那个时候 在这四个月的治疗期间的时候 医生对你的病情是持怎么样的看法 医生当时我的肿瘤很小 又没有任何的淋巴转移 包括包裹肿瘤那个肌肉组织 都没有癌细胞 医生很乐观 他当时告诉我 你的治疗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七 哦 那就让你们松一口气 是 松一口气 百分之九十七 是 是的 那在这样的情形下 那后来 再过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情形是变得好呢 还是变得不好 治疗呢 是手术 化疗 放疗 都进行了 大约有半年的时间 哦 就是说三个都进行了 都进行了 手术 这个化疗 这个物理治疗 都来了 都一起做 结束了半年以后 半年的时间结束以后 因为三个月以后 医生告诉我 回去服检 当回去服检的时候 医生告诉我 你可能是癌症转移了 因为那个CT显示了 双肺的上液 有多发的肺结结组织 哦 医生就怀疑说 癌症可能是复发了 复发 而且有转移的现象 是 应该我这个病人 没有在乳腺方面 再长肿瘤 应该叫转移 转移到双肺上边了 哦 那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是的 在这个时候 我不知道 张医生在这个时候 陪太太去服检的时候 听到这个消息 您当时 也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或者决定怎么样去治疗呢 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他得病 我们知道以后痛苦 满了之后 医生做了治疗以后 他的医生的态度说 你这个病 可以治愈率达到97% 我们又送了一口气 是 结果经过半年不到时间 他的情况又恶化了 转移了 这样的话 我们听到转移以后 我们意味什么呢 就怕癌症复发转移 转移以后就进入第四期了 所以我们更加痛苦了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所以本来的心情是有点高高低低 当时一发现癌症的时候 觉得是 当然是很难过 但是后来经过医生诊之后 有97%的治愈率的机会 松了一口气 但是在复检的时候 又发现有转移的现象 所以这个心情的起伏 实在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接 很难承受得了 很难得承受得了 所以那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你们的下一步是怎么做的 怎么去想的 当时医生给了两个方案 一个是呢 就是马上给你进行化学治疗 化疗治疗 再一个就是第二个方案 就是可以先不化疗 先观察三个月 如果三个月以后 肤检 癌症就是这个转移的组织呢 长大了 就可以确诊为 癌症转移了 好的 所以就是说医生给你们两个选择 那我们在休息之后 等一下回来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您继续观伞 光严健康原地 我是出持人宋维玲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季鸿和他的先生张显齐 跟我们来谈一下 他们治疗癌症的这个心路历程 季鸿刚才你们两位有提到 就是治疗这个癌症 从发现当时还蛮乐观的 觉得有97%的治愈的希望 但是后来在复诊的时候 又发觉有转移的现象 所以医生给你们了两个选择 那你后来选择的方式是什么 我们选择的方式是等待 因为前期的前半年的化疗和放疗刚进行完 身体呢也是受到一定的损害 另外呢 癌症患者提到化疗是痰癌蛇变的 所以恐惧化疗就选择了等待 就选择等待 那等待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的时间过了之后 那时候结果是怎么样呢 三个月以后再检查 双肺上液的肺结结 还有淋巴都重大 这样就确诊被转移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那你们后来就准备继续在治疗呢 还是有什么样另外的方式 来加强治疗的方法是怎么样 当时医生国内的专家告诉我们 就是三阴乳腺癌是一个非常难治的 一个乳腺癌之一 而且五年的生存率不足5% 那沈阳的医生更很明确了 我应该是不再5%直裂的 因为我的转移点很多 在这种乱斑痛苦和无奈的情况下 我先生坚持一定要带我到美国来治疗 所以当时也是你给太太很大的鼓励 我想你是为什么决定是说不要放弃 要来美国治疗 当时你的这个想法心情是怎么样 当时医生还说这个话 说像他这个情况已经进入第四期了 以往的经验来看 他的成活率 成活时间也就是3到5年 当时我听到这个时候就感觉 已经排死刑了 缓励执行3到5年之间 所以那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和恐惧 完了他这个病3亿弩癌 在国内没有好的方法 没有太好的方法 所以我们一考虑这个情况下 为了救他的命 保他的命 我们就想到哪去 就想来到美国吧 美国因为美国安德森医院 在世界上全球上最好的医院 所以我们就到2012年的1月1号 我们就来到西州顿 美国Emily Anderson这个癌症医院的话 你们是医生给你们介绍 还是你们以前就听朋友就知道 这个专门治癌的医院 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上海主流 介绍我们来到这里 是的不错 休斯顿的Emily Anderson这个癌症医院的话 是世界排名前面的 这边的癌症医院 所以你们就选择来到美国来医治 那来到美国医治的 这个刚开始的情形会是怎么样 然后来到美国之后 我想你们人生地不熟 是怎么有朋友帮忙你们的接待呢 还是这个情形大概怎么样 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没有最初来的时候 是我女儿先订了宾馆 然后那个安德森的周期主任 在领着我们参观那个介绍安德森医院的时候 楼下有一个祈祷师 他说不管什么信仰的到这里来祈祷都可以 我当时水口就说了 我女儿和我妈妈都是基督徒 他说那我是天主教徒 我就不带你到我的教会了 他就介绍他的基督徒的朋友 给我们认识 然后小士顿教会光研社都接到这样的消息 我当时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我们那几天电话都打爆了 大家都纷纷来关心我们 是这样的 所以心里面虽然是觉得癌症的恐惧 但是来到这边你女儿也在这里 先生也照顾你 然后还有教会光研社一些的朋友 也对你们很热心 所以你来了以后 没有几天大家关心很熟 让你心情也安定了一些 是 好的 那然后在MD Anderson开始这个治疗的时候 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简单的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初次来美国治疗的时候呢 是口服化疗药 口服了三个疗程医检查 肿瘤组织有了就是肺结结没有长 但是淋巴有了一到两倍的增长 当时心情是特别特别的沮丧 因为我们来到美国是寻求更好的治疗的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出现 心里那段时间是非常的恐惧的 也非常的沮丧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还是准备继续在美国治疗吗 还是你们又想用其他的治疗方式呢 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每个星期教会的姊妹兄弟都接我们到教会去 我们去到教会去领受灵粮 然后就在我最沮丧的时候最忧虑的时候 刘主行长老正好就在小时顿教会 我记得好像我这个日子还能记到 一二年的三月好像是二十六号 是 刘长老就在讲不要忧虑 因为基督徒是不要忧虑的 因为你是有信靠上帝 不要要过好今天 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上帝在对我讲话 这是我需要的一个鼓励 所以你以前并没有什么宗教信仰 没有 来到这里以后 一些教会的朋友的接待关心 然后就听到了刚好一位刘长老从外地来 在小时顿中国教会讲道的时候 你听到 所以你就听了这个话 就从这个话里面就得到一些力量 然后你就想到 就觉得是好像一位神在 这个明明的来带领你 让你能够有所寄托 所以你就 当然我想在人在很软弱 特别生气软弱的时候 心理上特别需要有一个寄托 所以你就在这样的情形下 你就继续的再去教会 然后话也想 然后这个信仰的路程是不是给我们提一下 我们是这样的 除了每周去敬拜 我和我爱人参加了六个月的主日学的学习 这段时间对我们的内心兼顾信仰方面 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我们是在教会听讲道的时候 宣慕师讲道 说那个我是被圣灵打动 我们俩都流出了眼泪 然后就决志信主的 这样的话 13年的7月22号 我们就在小时顿教会受洗了 成为一个基督徒 那真的是非常 因为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 就是喜乐乃是良药 所以说有一个喜乐的心的话 其实很多的病症 我们其实看了很多的朋友 有时候也是 这个病它有时候不是 不是因为原来的病 至于它不好 或者甚至是死亡 甚至是大部分时间 是自己的心情 是被病吓死的 而不是病 那是被病毒打倒的 那所以层里面的 这个生活里面也可以看见 就是说一个 所以看你们现在 真的精神很好 觉得这个 不管是治疗的效果 或者你们自己 在各方面所做的努力 在身体方面的锻炼 是你们今天有一个 很好的精神在这里 是我们大家觉得 很高兴看见你们在这里 所以你们就信了耶稣 然后在心里面上 你们觉得 是怎么样的一个转变 就是从忧虑 从焦躁不安 能够变得 当然我相信 它也不是说 好像一夕之间 就有这样的反转 是不是 还是也是经过一些 经过一些磨练 经过一些时间 你慢慢慢慢的开始培养 我不知道 张艺生这里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 看着你的太太 我觉得你的 这个角色很不容易 你看见太太 受苦 治疗的痛苦 我相信你心里 也是很难过的 甚至你提到说 刚一听说到的话 你在家里回家路上 你都流下眼泪 是你很难过 那来到美国之后 你的角色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你要表现得很坚强 很安慰她 然后你的心情 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个信靠 来支撑走过这一段的岁月 所以你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 来到教会以后 面临太太的疾病 当时还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治得好等等 来到美国后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这么说吧 我们来到美国以后 最大的收获 或者是我们治疗 有这么好的结果 完全归功于我们认识的主耶稣 这是给我们带来最大最大的幸福 我们完全这五年的抗癌过程当中 我们夫妻俩完全靠着神的话语 来支撑着我们那走一步 就是这么过来的 所以我感觉 我自己就总结了一下 得病了不可怕 可怕的是什么呢 你精神垮了 精神垮了导致什么呢 没有食欲 没有好的睡眠 等等一切全垮了 进入了热情的循环 所以我在慢慢痛苦的时候 听神的话语 我一点一点 给我自己的力量 我就觉得 作为一个亲人 一个陪护人员 我这时候应该怎么做 我就总结了一个 以一个东西四个基本点 以一个东西四个基本点 你给我们 我想这个是 真的是不容易一件事情 飘洋过海来这边 然后照顾自己的太太 然后也不知道 太太将来治疗的情形怎么样 所以我可以想象 你们的内心是有很大的坚豪 不过你也提到了 就是说 当你找到了一个信仰之后 给你带来很大的力量 你也提到 我想大家都能够同意 就是当一个病人生病的时候 假如自己很沮丧 很自暴自弃 觉得没有希望 那真的是 很快就撑不住了 但是你们能够继续撑下来 而且越生越好 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 所以你就讲到了你的方法 你可以很快给我们提一下 也许我们在底下时间 可以再讨论一下 你所提到的那个公式 听起来很有趣 你可以给我们来讲一下 我说这个一个中心是什么呢 就是以信靠上帝为中心 解决我们心情 忧虑 恐惧的一些问题 第二个就是亲情 第一个就是 这是四个经典点 就是亲情的关怀 第二点就是健康的饮食 第三点就是足够的睡眠 第四点就是适当的运动 我总结这么一个中心四个经典点 要有好的心情 然后把身体要调好 要饮食 睡眠 运动 各方面都重要 这样是成为一个 这个被癌症打不倒的一个勇士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观念 我们再休息一会儿 我们等一会儿再回来 跟他们两位谈一下他们抗癌的历程 各位观众们你好 欢迎继续观赏光炎健康原地 我是主持人宋威领 今天我们所请到的是季宏和他的先生张显齐 来谈一下他们得患癌症的心路历程 如何从痛苦中苦难中找到祝福 我们刚才张医生跟我们谈了一下 他有一个公式 但重要的就是说能维持一个好的心情 但是在这样一个很苦难 又要受癌症折磨 治疗 化疗 手术又会疼痛的重击一下 你怎么样可能会维持一个好心情呢 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是解决信仰上的问题 我们每次在教会参加敬拜完以后出来 周边的朋友啊 教会的姊妹啊 还有牧师 都我们拉走在一起 前仓地为我来带导 我们就说上帝啊 我们把季宏姊妹交到你的恩手当中 求你给医生给智慧 给药品以能量 来兼顾他的内心 走过这一段的苦难 就是我觉得有一段经文说 要长长的喜乐 胡祝的先 凡是借着祷告 就是祷告的力量确实非常神奇 是 这是你自己亲身的在教会的经历 我也听过很多朋友 也有类似这样的经历 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苦难 把忧虑能够交在神的手中 这是一个交托 所以这必须要有一个真实的信仰 所以这个神是真实的 他能够承担你一切的痛苦 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不只是说 嘴巴里说说信号 心里没有丢下 能够放下总胆 那还是于事无补的 那可不可以谈谈你在治疗过程中 在美国我记得你有 有一个很好的医生 是不是 我们还有你带了一张相片 是不是 可以 这个时候来介绍一下这个好医生 我记得听你说 你非常的感谢这位医生 这位医生 是MD Anderson的医生吗 是 现在放的照片就是我的医生 就是这个医生 我女儿也给他发去邮件了 说我们一定要尊重医生 可不可以在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放医生的照片 医生说非常好 可以的 是 那这位医生有什么特别呢 为什么觉得这个医生是 对你的治疗有帮助 初期来的时候 医生说癌症爆发了 只能延缓寿命 减轻痛苦 我觉得医生那一下 是实事求是地说话 当时虽然不理解 但是我们觉得 医生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是非常贴心的 因为癌症化疗的药物是有限的 我的医生呢 之所以前期治疗失败 医生呢 也循序地 从简单录药开始 他是想 就像打那个子弹似的 他不能把所有的子弹都打出去 那我后面就没有药物来控制这个癌症了 所以当时我化疗 静脉化疗的时候 医生呢就 看我爱人 为了陪着我 把头剃光了 我医生就跟我爱人说 说你要答应我 不要再剃头了 我会照顾好你太太的 这样一句话 当时在我们心当中是多么的温暖 我们非常感谢他 再一个需要感谢的就是说 医生是这样的 当我的化疗进行到一段时间内 医生呢为了保证我的这个身体的素质 他就把那个激素拿掉了 拿掉了以后呢 我就出现全身的皮疹 医生这段时间呢是去旅行了 等他回来发现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不可以这样 我马上要把你这个 泰克苏这个 脂三醇的化疗药 要减去百分之二十 正是医生有这样一个 卓越的医术 这个能力 把这个药减去百分之二十之后 我的病情依然受到控制了 而且我的皮疹就消失了 我从心里头 非常感谢自己的医生 每次去了 见医生的时候 医生一进门 然后我就听了医生 那个走到那个很重的脚步声 我知道他来了 每次开开门的时候 医生就满面春风地告诉我 哦 一个很好的消息 先打一声中文招呼 你好 他非常尊重我们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很好的医生 碰到一个好医生 也是能够看到他 而且他因为治疗 而且给你有很多的鼓励 所以在心情上面 也得到很多的安慰 真的是非常好 那我想张医生也真的是非常的体谅你的太太 所以你就是看见太太化疗掉头的话 你就自己也把这个头给她剃了 当时你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样 我想有的人是这样子 当你的想法是 就要去赔他同甘苦呢 还是这个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妻子有病吧 内在很痛苦 我必须传递一个信息和我的意思 我要不离不弃 因为夫妻是患难见真情吧 所以我从我记事到我 我今年六十 没有剃过光头 所以我是很决然的 看到对化疗以后 头都脱落了 我就想我陪她一起 这样我就提光头了 是是 医生说他的病人 他是第三位 第三位 对 第三位 那后来 以后头发会有没有慢慢再长出来 在说明年还是 我从一二年到美国 口服三个月的化疗药以后 就去静脉化疗 静脉化疗一共进行了二十个月 就是一个方案进行了二十个月 二十个月 这个二十个月当中呢 是这样不间断的化疗 二十八天我会化三次 当我化到第十六个月的时候 他不只告诉我 他说你是我所有的病人 行医这么多年的病人当中 使用Texo这个药 药量最大 时间最长的一个病人 那我原来是满头头发的 化的就不长头发了 这样医生说完了以后呢 那年他七十岁 我又化了四个月的这样的 这个方案又化了四个月 到了一四年的时候 一三年年底的时候 身体就严重受损了 化学治疗嘛 尿里都有浅血和蛋白 然后我先生当时就告诉我 我听上帝的 你听我的 然后我们要停止这个化疗 不能再化了 再化了身体可能就受不了了 他当时的话就说树倒了 你杀虫还有意义吗 这个大树不能倒 我们现在的立足点 当时先生就告诉我 说我们现在立足点 几乎就放在你身体的感受上 你对你自己身体是了解的 因为那时候我们放弃了优历了以后 卸下了这个重担了以后 我们确实向上帝交托了 我们俩都是每天吃饭啊 睡觉啊 都虔诚地祷告 那么我们卸下了重担以后 我们就专注自己的身体的感受 和增加自己的免疫力 我们俩就去游泳啊 去走步啊 在太阳底下走步啊 当然我爱人当时说的 一定不能超过你所承受的量 一定要适度地运动 所以这是好像是一个 治疗的一个转理点 就是因为一般人治疗的话 就是吃药啊 要放疗啊 虽然是说可以杀了 这个癌细胞等等 但是自己身上好的细胞 自己的体能因此 也受到很大的损害 所以这个转理点 我觉得先生说的很对 就是你这个 你本这个老本要顾住 所以在这方面治疗的时候 我了解你们还特别 除了运动啊 你又特别的配了饮食 是不是 一些特别的食谱 可不可以在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觉得这个可以 也许对我们的观众朋友 都可以有上面的帮助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你这个一些健康饮食的 这些原则和的配方是怎么样 还有一些图你也带来了 可以帮大家看 你愿意先介绍哪一个 我们先介绍吴永志的那个蔬果汁吧 蔬果汁 蔬果汁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 你有带来一个 有 有量的 蔬果汁 这是炸好的蔬果汁 让我先生来讲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 当人有病了 寻求唯一条的寻求一条路的 就是治疗 是 当尤其癌症 你化疗的时候 它的负重很大 使得你身体的免疫力都下降了 人造成人不能吃 不能喝 也不能睡 整个都垮了 最后达到你身体各项生理指标 下降了 你就无法进行治疗 那怎么办呢 我就考虑了 要想我们在化疗当中 能持续下去 并且肾上的指标 不降下来 怎么办呢 我们觉得想方设法去研究 通过食疗 增加它的体能吸收营养 这样是保证它的身体的 这个 各项指标 达到正常化 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所以我们每天 蔬果汁 是我们必须要 每天要喝的 蔬果汁 都是你来做是不是 都是我来做 每天早餐 你是专家了 由我来做 你来做 做了五年了 做了五年 大概是怎么样的配料 大概就是我们根据 蔬菜好多 你不知道选哪个 或者我们看 吴永志的蔬介绍 或者有一些资料表明 好多蔬菜当中 有一些好的一些蔬菜 就是含营养素比较高一些 比较高的 因为我们胃口有限的 不能什么都越面俱到 去挑好的 你看我们呢 就是有这么些品种 有带一个图面吗 有那个图面 有一个图面 有个简单的一些 对 有西兰花 芦笋 这很好的菜 就是这个图片上 让我介绍的 我们就是这样 这个就这样 所以这个就配了 来开始 每天早上我们就喝 我们喝的量 还要超出一般人喝的量 他喝 我们俩都喝 每天早上喝 几十毫升 不是 九百毫升 九百 九百 九百是两大杯 两大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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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杯就是 刚才图片那个蔬果汁 第二杯呢 我也照了一下 可能也有个图片 就是什么呢 就是 也是教会姊妹 给我们的那个 部委食聊 我就这个方案就是 用了60ml的 有机的起司 加上30ml的 亚马子油 把它俩充分混合以后 因为那个起司 有一点咸呢 我们就加入蔬果汁了 在里头再轻微拽一下 这个就把它喝掉了 长成两大杯 就能达到九百毫升吧 是 所以就这些饮食方法 确实帮助了我 确实有用 我一共化疗 在这个两年期间 我一共化疗是64次 性脉化疗是61次 然后其中没有扎一针 生白针 我先生就像教练似的 很严厉的 很严厉的 就是要保证你能够达到这个营养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真是 也是功不可没 对 严厉的监督 所以有的时候是 喝这么两大杯 有的时候也真的是 喝不下 还是后面 喝得习惯了以后 就会不会习惯了 还是每次喝了都觉得是一个 是这样的 一般喝完了以后呢 因为它早上起来 马上就去榨蔬果汁嘛 是 榨完了以后 我这些家务我来干 我就把它一生收拾干净 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帮助你消化的一个过程 然后这样人就 又要动一动 又要动一动 不是说好像我生病了 就一直做了 不动了 这个也不好 我倒觉得在你体能允许的情况下 只要你能动 还是要动一下 动一下 一个是你的精神状态比较好 再一个你能吃得下去东西 好 那我想我们现在讲到 你对这些保养保健方面的 这些知识 是对于大家都可以有 很有帮助的 你也得了这么严重的 这个癌症 甚至是说这个 活没有多少年月了 但是能够借着这个医生 给你很好的一些治疗的方案 还有加上这些饮食运动等等 使你能够身体逐渐地恢复起来 我们在休息之后呢 马上回来 我们再谈一下他们的养生之道 以及季鸿 给一些癌症朋友的一些忠告 我们休息之后 马上回来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继续观赏光眼健康原地 今天我们请到的季鸿和张显奇先生 他们两位谈一下季鸿的治疗 癌症的心路历程 从一个很严重的 这个癌症的病患 医生都说存活率很低 然后到今天他们能够 很坦然 很高兴 很健康地坐在我们的演播室 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他们的经验非常值得 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 那季鸿我们可以再来谈一下 就是说你目前治疗到现在 你说五年的时间了 那目前的情形 医生给你最近的诊断结果是怎么样 可不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到了去年的年底 医生观察我这几年以来 这个肿瘤没有继续的发展 没有继续有新的转移 而原有的病灶呢 肺结节呢有六个 化掉了四个 还有两个 那这淋巴的转移区呢 是在这个位置 那医生去年年底就决定 给我进行放射性治疗了 放射治疗呢 就把转移的淋巴全部都消除了 我明天上午就去医院 继续做一个CT的检查 医生的方案是这样的 如果要是从头做到腹腔 没有新的癌症转移的话 医生就决定把我肺子上 仅有的两个癌症的点 就用放射性的那个手术手段 把它打掉 这样我身上所有转移的 癌症的这个组织就不见了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他不要再回来 把这些都放在祷告当中了 而且也配合着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就是看你 就是说也像张昀所说的 我们这个身体现在自己的 这个基础 这个本能够让它 很好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样的话 癌症细胞也会被遏制住 不会再继续过程 所以这个方案应当是做得 做得相当不错 现在这个情形 而且自己的精神体力方面 是觉得比以前还觉得更好了呢 还是比起在 当然比起这个最低潮的时候一定会好 比起你以前在五年以前 你还没有得癌症这个时候 你觉得现在的这个时候 体力跟过去的是 那个时候比起来是 已经差不多了呢 还是到80%还是什么 有没有一个比较 让我们知道一下 我先生说我现在比原来的身体 更结实了 更结实 你是怎么样看出来呢 说它会比在五年以前 得癌症之前还更结实了 因为我们夫妻共同生活了32年 每一个生活细节 我做丈夫的比较清楚 他没有得病之前吧 体重是120几斤 比较小瘦 这个很差 体质 那么我们这五年 得病以后经过五年的治疗 经过我们的调整 等一些方面 现在他的情况是这样 体重比以前增加了十斤 五公斤吧 完了体能要比过去强的很多很多 就是一句话 就他现在的身体状况 要比从来 从前没有得病的时候 还要好得多得多 因为这个检查 他说我自己比他好 因为什么 因为有每次的健康的 这个血的化验 那个正常这个指标检测 所以它全是很正常 就非常的正常 非常正常 这是不容易 我想你是除了饮食之外 听说你还在做运动 是游泳 是各方面 还走路等等 是不是可以 这些也给我们大家 因为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真的我们得癌症的朋友 也不要气馁 能够像你们一样的 能够很乐观 那个心情能够调整好 心里面有寄托 然后再接着各样的运动 所以我很想知道一下 你现在这个运动量是怎么样 基本上一天 或者一个礼拜的 运动是哪些 这个运动方式呢 大多数呢是走步 因为走步到室外呢 他先生告诉我说 这样你会吸大量的 新鲜的氧气 游泳呢 游泳池毕竟那个水啊 还是有很多消毒液的 另外空气流通不是很好 是 这样现在呢 他就把游泳的量呢减了 一周呢大约游泳三次 我们是走了五十分钟 快步走五十分钟 快步走 然后就到费特尼斯 那个健身房去了 到了健身房 然后冲洗完了以后 我就直接跳到游泳池了 跳到游泳池游泳 一定要数 要不数一下 兴奋的就游多了 他说你要点 你一共游了多少 我大约会控制到四百米吧 四百米以后 出来了以后 换一身干净的衣服 干的衣服 进入到那个桑拿石 蒸大约在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吧 就在出汗 出汗 出汗 出汗很上瘾的 有时候头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一想明天又去增桑拿 心里就非常的高兴 因为坐桑拿很舒服 是吧 很舒服 最开始前 没病之前 我就能征五分钟吧 他也是就能征五分钟 感觉好呛 但是把这个心调静了以后 坐在里头 感觉就是说 时间也没有说那么慢了 所以你上来 你说可以做多少时间 坐在里面 我坐里头最多 能做三十五分钟 但是我会控制 不要出汗 出太多了 也会消耗身体的 他定的一般的说 你大约征在十二到十五 我经常超 我会增到 我会消失 我会增到二十分钟左右 是 那你是不是陪着一起呢 还是你是 我正上那呢 游泳呢 我们俩几乎相同 走步啊都一样 但正上那我增不过他 我到十五分钟 我就感觉 我就有点承受不重 就会增到 但他可以承受三十五分钟左右 是 那这样的话 你的身体也不错 你跟着一样子 吃蔬菜果汁 对不对 吃新鲜水果 然后陪着散步 散步不是散步 是快步走 快步走 再加上又游泳 用桑拿玉的话 那你为什么说 你的身体不如他好呢 他这个 还是你客气 故意鼓励他 还是你真的是不如他好 我们俩身体 都比以前相同要好 都比以前要好了 就是我们这个生活方式 看来是我们认为 它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 我命名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合理的治疗 的这个链条 这个我在这儿也强调一下 可以 分享一下 是是 就是联合的这个 就是联合治疗链条 的公式 我们也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是心情 非常重要 第二就是心情 好的心情 是四个基因点的基础 四个基因点的 四个基因点 是有效治疗的基础 有效治疗的 信号上帝呢 又是一个好的 心情的一个基础 我们大体是这么一个逻辑 所以我们这几年的 生活方式啊 心情啊 饮食啊 锻炼等等 就是一个中心 体现了一个中心 四个基因点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俩身体都有好转 你比方我 他有病了 他体重增加了 我吧 体重吧 减轻了 过去160多 现在达到140多 我体重下降 我现在呢 身体有很大的变化 就是我原来的血压非常高 每天要吃三种药 降压 现在不用吃了 我的高压 现在不足110 低压呢 不足60 完了我这个 心跳 心中过速 过去120 110 现在也就是75左右 所有的病状 都下来了 你比方说 我手原来是有老年班 55岁的时候 就有老年班 我经过喝素果汁 这五年来 老年班已经喝没了 就是我后来 我就推荐这个 给我们的 这个区内朋友们 分享的时候 我管的命名 为什么呢 救命的字 太管用了 救命 你会成了一个营养健康的一个专家 对于这一方面 其实说起来不困难 当你知道了这一种配合以后 持之以恒来做的话就很好 那你刚才提到了四个基本点的话 给我们大家来讲 第一个是说亲情的关怀 亲情关怀 主要是解决 它建立它的治疗 它的生活的信息 信息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健康的饮食 健康饮食 增加它的这个营养 第三个就有良好的碎片 碎片 提高它的免疫力 这都很重要 这是很重要 然后第四点呢 就是适当的运动 根据它的自身的体能的情况 采取不同的运动方式 你比如说 游泳啊 慢快走啊 过人气功啊 甩手功啊 等等一些运动 必须要思想结合起来 这样是就形成一个治疗链条 你放到最后人 再生 再生 再生自己 再生这个病魔 有了好的身体 就可以投入好的治疗 它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所以我们也这么五年来 这么走过来 我们总结 大体上 就是这么一个经验 这个非常 非常好的经验 其实说起来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个高深学问 对对对对 都是日常生活里面 也需要注意到的 我也记得提到 一个亲切的关怀 一个健康的饮食 对不对 然后良好的睡眠 适当的运动 这四项 然后再加上配合良好的心情 良好的心情呢 当然也更是因为你们 有一个信靠的心 有一位信仰 让你们觉得 事情很乐观 前面很有前途 感觉上 整个一个良性的循环 好的心情 饮食 运动 睡眠都注意的话 使你们的身体 反而比以前还更好 对它是一个链条 你确定不可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最初化疗治疗的时候 有时候晚上进行完了 化疗之后 我就感觉很没有体能 我先生都用那个 安德森有那个轮椅 他推着我走 当我把这个重担 卸下去的时候 我说不用 他帮我背包 我说不用 我能做的事情 我都自己来做 放下这个心情 对忧虑的心情 我就忧虑 他说为什么一 他经常告诉我 他说为什么人 一夜能白了头 就是你的心情 心情 可是这个心情 我们靠自己 确实解决不了 因为我们经常 以前没有信仰蛇 凡事都靠着自己 可是真正苦难来的时候 我们自己就倒了 那么我们就抓住神 抓住神的应许 我们觉得 在人世间的生命 是有限的 但是我们有永生 而且呢 我们在活的当中呢 我们就是说 每天有个喜乐的心 我深切地体会到 喜乐的心就是良药 忧伤的零食骨朽肝 确实这样 所以我最早的时候 哪会口服化疗药的时候 我们上附近的一个 墨西哥的超市去买菜 往回走 我就走不动了 就是因为心情忧虑 走不动了 我先生有一次 有一个特别的例子 就是他看我实在走不动 怎么办 他用一超市的车 把我装在车里 他推着我走 可是后来 我连续化了两年 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发生 而且我是这样的 今天化疗了吧 我是医生 你尽量给我安排到 下午来化疗 我上午去游泳去 然后今天化完了 明天我就可以去游泳了 然后以前我们忧虑的时候 就是这样 你要到CT检查 头一天晚上睡不着觉 像等宣判似的 早早地上了医院了 可是当了我们 现在的重担的时候 医生都打电话 你怎么还没有来呀 然后我们说对不起 这次我们迟到了 我们从来不迟到 那次迟到是因为我们去游泳去 就要抢那一次游泳 抢一次游泳 真的是 今天跟你们两位在这里一起谈 我们都学到了很多 而且对抗癌症 这样子从一个跌到低谷的心情 然后又看了很好的医生 又先生很好的心情的照顾 你开始又注意饮食 运动良好的睡眠 是一调整 你今天是感觉到 比五年以前得癌症的时候 精神体力还更好 这个实在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没有想到医生 在中国来讲已经是绝望的情形 我看到你们今天 当然 在这里是功不可没 一个好的教练 好的监督 然后能够这样的照顾自己的太太 我相信你们的亲情 你们的爱 也是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 我们也很高兴你们 从中国远渡重洋 来到美国 来到休顺这个地方 也在这个地方 不但是身体上面得到医治 而且心灵上面 也得到一个永恒的盼望 这是实在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 我们非常高兴 你今天两位在节目中 跟大家分享 这样一个宝贵的信息 我们希望看到你早日更加的康复 而且你可以帮助其他患癌症的病人 给他们更多的鼓励和建议 特别你的蔬菜汁 蔬菜水果 还有这些运动等等 以及你的这个健身的四个要点的理论 可以帮助很多的人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们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也我们希望每一个人 能够过一个健康的生活 得了癌症并不可怕 我们去面对 而且依照好的生活 然后好的运动 好的一个信仰 帮助我们克服难关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愿神祝福您和您的一家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